百万网红Chip713发起环路愚民大游行 敦促政府终结行人地狱 但越监督他越怕 Chip上节目说 现在骂民进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你可能会被抄家 会被调查祖宗十八代 更凶的还有他们的义勇军 包含侧翼媒体 此话一出不得了 马上有侧翼发文大酸Chip的长相 说他刘海剪的歪七扭八 上镜头也不打底装 让Chip回呛 笑死侧翼立刻出征 证明了一点 侧翼现在在做的事情 跟抄家有什么不同 更呛侧翼是弱智 总是抓不到重点 出征他的人 大多不是跟他去讲道理的 而是开始去用外貌 去做羞辱跟人身攻击 我们要请教赖清德 请问这是你所说的言论自由吗 把矛头对准赖清德 全新为赖清德面对Chip被出征 丝毫不谴责网君 珍惜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是发表言论的同时 也必须要注意到 法制的问题 语代威胁 威胁Chip 跟Chip讲说 在网路发表言论 要有法纪的问题 所以现在Chip讲错了吗 盘点过去被侧翼出征的人 中山女大声向赖清德提问 民进党贪污 避案被出征 实况主丁特酸赖清德 装穷矫情 被出征 防疫期间 艺人郭彦君说 很多孩子都走了 被出征 徐小可批评成人中 脸销为被出征 影音平台Netflix 做梗图 大酸 买不到快篩的窘境 被出征 清一色只要质疑蔡政府 下场就是 被出征 一人不合就出征 批评政府就得背上 被抄家的压力 这真的是赖清德心中期盼的 百分之百言论自由吗 借过上轮程又台北报道